字幕提供 阿咩 好 我們跟閃電鳥的決鬥要開始囉 哇 它是...飛行系加電系的 看一下我的招式 剛系得好像對它不太有用耶 先決 他有防守的招式 充電 特防被提升了 剛系的招式不太有用 幻象術好了 被他擋住 他居然有 防守的招式 先決 電磁波 打斃了 還剩一些 開始加特防 再稍微用飛彈拳 飛彈拳打一下 飛彈拳才對 血量好像剩一點點了 用飛天螳螂 飛天螳螂用刀背打擊 刀背打擊 他這個血量應該只剩一滴了吧 差不多就剩一滴 欸 他這閃電螂是沒有打雷或是十萬福特之類的 好像沒有什麼攻擊的招式 用催眠術好了 這是有防守然後電子波跟充電 那另外一招是什麼 第四招包是什麼 沒有看他使用 睡著了 看一下背包 呃 用速度球 這個是 對方速度越快 抓取率就越高的 我們試試看速度球 那他血量又剩一滴 然後又睡眠了 應該是 很好抓的狀態才對 唉唷還蠻 搖蠻久的耶 好像快抓到的感覺 再一次 速度球 這個狀態應該很好抓才對阿 不過他是神獸還是 還是有點困難阿 欸還在睡 還在睡就快進來阿可惡 呃 能抓到嗎 每次都搖得很久耶 每次都搖好久喔 唉唷 唉 還差一些些 明明就快抓到的感覺了 唉 醒來了 好難抓 喔好 又睡著了 換一下黑暗球好了 現在晚上了 好像也是很久 也是搖很久 而且還是抓不到耶 上一次閃電鳥 我們好像也抓很久 不過因為 欸不是 機動鳥 上一次機動鳥 因為他會補血 所以上次打好久喔 那我們這一次 閃電鳥好像不會補血 應該比較好抓一點 換進來吧 先來吧 可惡 換速度球 有點乖乖 乖乖進球阿 都剩一滴血 而且還睡著了 欸醒來了 呃 在催泥 喔又睡著了耶 好 呃 好吧用一般的高級球試試看 加油加油加油 喔抓到了耶 居然用一般的高級球 他比較喜歡高級球的感覺嗎 耶我們成功抓到閃電鳥了啦 哈哈 哈哈 太好了 終於 呃 整幅閃電鳥了 這樣我們這個閃電鳥的祭壇 就解決啦 欸不過這個祭壇 沒有旁邊沒有擺雷之石之類的耶 像我們之前在機動鳥那邊 它底部就有一堆的那個 那個什麼 冰的對不對 水之石 它這個下面好像是一個 黏土塊而已喔 磚 半磚 把它拆掉 好 沒有雷之石可以挖 挖 那我們這 成功抓到 成功抓到了 這個閃電鳥了啦 好 我們就離開吧 欸就是閃電 好西樹叢林 欸西樹高原的樣子 好 那這邊的怪物我們應該 有 麒麟 呃 麒麟騎 搞怪喔 呃 那應該是超能力系的 我記得 怕蟲系的 對 超能力系 怕蟲系的招式 閃電鳥之塔 這邊的 呃 這邊的敵人 卡蒂狗 有些火系的 然後這個 奇怪的麒麟 發生了力系的 那一隻 欸還蠻冷門的欸 蠻少人會用那一隻 都是一樣的角色啊 卡蒂狗 好多卡蒂狗 那邊好像是 喔 麒麟喔 好多卡蒂狗 好啦 那我們差不多回去 回去 新的地方吧 新的地方冒險 回來了 好 喔 這邊怎麼到處冒愛心啊 喔 那個 熊寶寶跟皮皮在上面做什麼 喔 熊寶寶跟皮皮 他們 合 合在一起欸 他們合而為一了 所以熊寶寶還是喜歡伊布 那 跟了皮皮 點不到皮皮欸 點不到皮皮 綿綿一部 帶了一罐 帶了一罐 感情好像沒有變喔 卡比獸綿綿 欸 綿綿 又喜歡伊布欸 哇 綿綿上次不是跟卡比獸一對嗎 現在又 又分開了嗎 真是 綿綿也是善變的傢伙 那 呃 他們跑到上面去 然後一直冒愛心 不知道是不是 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啊 好啦 我們要 再去新的地方了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 閃電鳥 哇 超大一隻 欸 綠毛蟲跟我的閃電鳥戰鬥 他招式真的很少欸 著實 然後這招是 那個 防禦的 又一招攻擊招式欸 綠毛蟲也敢跟閃電鳥挑戰 太囂張了 超大一隻的閃電鳥 看一下他的狀態喔 啊 氣壓 對 神獸的那個特性大概都是這個 然後技能 對啊 點直播 然後擋招式 就是 這一招著實可以用 好慘喔 哇 加速度 減防禦 哇 體型是Driant 巨人的 巨人型的那個 可能他最大的體型吧 好 那 特攻很高 但是沒有特攻的招式啊 我的打雷怎麼都沒有 可以做 做一下好了 哇 這麼大一隻欸 眼神好兇 皮質好長喔 是騙人布嗎 皮質好長喔 還是太常說謊了 皮質變那麼長 就不覺得有點像什麼鴨子之類的 有點很好笑的臉 閃電鳥 然後有點鬥雞耶是不是 眼睛有點那個 憨憨的表情 好 我們看一下 飛起來長這樣子 哇 蠻帥的啊 長長 尾巴硬硬的感覺 尾巴很刺的感覺 好 視野也是很高啊 一鳥 大概是長這樣子了啦 不過飛起來整個畫面 就被他遮住一半了 看不太 往下看完全看不清楚啊 體積太大隻了啦 太大隻了 好啦 我們把閃電鳥放回去 對 那這是我們成功抓到的 第二隻神獸啦 把他跟敵動鳥擺在一起 好 那我們把誰啊 把那個跟鬼放回來 那接下來我們要去的地方是 然後 先換一下好了 換一下 我說他打雷系的 我用這個 我用這個土台龜 地面系的不怕電 而且又草系的 完全不怕電 結果他沒有電系的招式 算了 好啦 我們去吧 去新的地方 那之前我們到過 沙漠山丘 找固拉多沒有找到 然後 之前 剛剛是去西樹高原 找閃電鳥 閃電鳥成功收服了啦 接下來我們去 叢林 我們去叢林找夢幻 叢林 我們這邊叢林有找到一個神奇寶貝中心 然後 長得很不一樣 長得很 很 跟大自然融為一體的感覺 很野性啊 然後 很多藤蔓 然後 青胎石之類的 然後 他有一個地下室喔 那地下室是 交換神奇寶貝的地方 那 這邊有桌子 然後旁邊有椅子可以坐 很貼心的一個地方 可以交換神奇寶貝們 然後 還蠻特別的是一個地下室的感覺 跟其他 就是 跟其他那個二樓的感覺是一樣的啦 好 這邊一出來就是水 一出來旁邊就有一個大水池 然後 一大堆的叢林 這是叢林地形有超級高的樹 神木 神木級的樹 我們看一下這邊有什麼樣的神奇寶貝 導電飛鼠 是一隻飛行系加電系的老鼠 然後 長尾怪獸 這個也 沒有什麼特別的耶 平常也不太會抓牠的樣子 喔 有西瓜耶 挖一下 西瓜用什麼挖比較快啊 感覺挖好久喔 是不是要用劍呢 用劍挖比較快 忘記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誰有誰 我這邊叢林的話還蠻難找到 神奇寶貝們的耶 一堆樹 看不到路 溫滑 哇喔 這裡好高喔 好 下去看看好了 唉唷 唉唷 看一下 這邊好像有 有人 有聽到聲音 欸? 那個是什麼? 看一下喔 可達鴨喔 這邊有可達鴨喔 16級的 好憨喔 可達鴨 然後 哇 叢林真的是好混亂喔 好 可可豆 啊 叢林一堆樹 超擋路的啦 好 決定要飛起來看一下 好 往上飛一點 我們去遠方一點好了 往這邊走 卡住了 哇 樹太多了 好難飛喔 哇 這邊有很多的夜之石欸 夜之石 那個展開機 就是想奂林喔 然後這邊有蛤蝶 然後這邊還有個打壓 好多蛤蝶喔 好多蛤蝶喔 這樣子喔 好多蛤蝶喔 這邊硬堆疙瘩鴨 那個小隻的是 口袋花喔 哇 叢林 叢林也有口袋花 應該也是會有臭臭花那些的 一些草系的傢伙 真的好多樹喔 到處都是叢林 這邊葉子石還蠻多的耶 這邊也是長尾怪獸 好像就沒有什麼的耶 沒有遇到什麼特別的 都是之前有遇過的 神奇寶貝 叢林 叢林是有那個夢幻會出現喔 不過機率應該很低吧 不曉得什麼時候遇到 夢幻 夢幻會在叢林出現 好像都還沒有看到訊息耶 在過去好像就是不一樣的地形了 在過去是一個森林了 普通的森林 畫樹 畫樹森林的樣子 這裡有大增鋒耶 哇 等級還頗高的耶 我們來打一下大增鋒 哇 七序級 快龍 快龍可能有點強喔 用弱一點的 龍之怒 好 欸 好像血量不夠 不夠40%的 不夠40 因為龍之怒固定傷害是40 這邊用刀背打擊打一下 好 那血量應該就剩1了吧 我們來抓一下 剛剛普通的球就好了吧 大增鋒 應該還蠻 蠻普遍的 欸 沒抓到耶 好 讓他睡著 好 睡著了 再抓一次 欸 我剛才有沒有按錯球啊 喔 這樣還抓不到 曲曲大增鋒 居然 這麼囂張 還不快 還不快進來 那現在血量剩1 然後 又睡著了 欸 好 居然又醒來了 好吧 用稍微好一點點的球 超級球 好 抓到了5 好 大增鋒 居然要超級球啊 真是挑耶 好 這邊好像是瓢蟲 所以瓢蟲在飛 好 那這邊就是 普通的森林了 這種森林的話 應該跟我們之前 出色的地方差不多的神奇寶貝吧 晚上的叢林 好 欸 這邊應該還是叢林吧 對啊 叢林 好 這邊叢林有那個 阿利多斯 蜘蛛 欸 這我們以前有抓過嗎 忘記了 阿利多斯 蜘蛛 我記得他好像是 蟲系加超能力系的樣子耶 有點忘記 跟這一隻不太熟 我記得 某一帶有一個道館 好像就是 以阿利多斯為那個 主力的樣子 記得是一個很像忍者 之類的道館 阿利多斯 欸 還真的不好抓耶 等級這麼低 居然這麼不好抓 好吧 我先讓他睡著好了 再讓他睡一下 睡著 沒中 睡著 沒中 睡 欸 欸 睡著了沒有 沒中 怎麼命中率這麼低啊 啊 他是不是 他是不會睡著啊 是不是他的特性不會睡著 沒辦法讓他睡著耶 有一些特性是那種 不眠的 然後他就是 不會睡著 不會被催眠的樣子 對 有些特性是那種 這樣就沒辦法啦 只好 直接抓了 好 這邊好多花喔 喔 欸 貓頭夜鷹耶 貓頭夜鷹 沒中 貓頭夜鷹 線球 瓢蟲 好 我抓床少年 欸 我這邊是不是 跑到森林了 該往 往 叢林那邊 那邊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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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好像亮亮的耶 看一下這裡是有什麼東西 噢 也也知識了 黑暗鴨 黑暗鴨 烏鴨 噢 這裡有一個入口 入口處還真隱秘 噢 有耶 是樹洞 看一下有寶箱 噢 天樹果 天樹果是什麼 欸 應該是 裝在神經寶貝身上 可以使用 加速度的吧 哇 夜晚的叢林也是好暗喔 一堆樹 噢 毛球 噢 這邊有那個耶 天藍鳥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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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電蟲 噢 電電蟲 我們猜 十五級 這個電電蟲是 也 會進化成電蜘蛛喔 也是 蠻少 蠻少在用 平常蠻少用 為什麼 欸 天藍鳥的血量怎麼變 變那麼低 噢 居然被電電球幹掉了 30幾級的居然被 十五級的電電蟲解決 哪招啊 電電蟲 抓一下 沒遇過 欸 我們在隔壁的這個 森林的樣子有 遇到這個 遇到不太一樣的 這邊是 呃 這裡是叫什麼 噢 森林的 叢林邊界 噢 這邊有一些 天藍鳥耶 然後一些毛球 噢 有了 噢 電蜘蛛 噢 我們剛剛抓的那個 進化之後就變電蜘蛛 噢 剛好打到剩一滴的感覺 好 驚險 好 先催眠 沒中 催眠的命中率怎麼那麼低啊 好 電蜘蛛 噢 抓到了耶 一次OK 電蜘蛛 電蜘蛛好乖喔 噢 這個是 那個耶 克波狼 克波狼 噢 它好像進化成 咦 它會進化成 艾比狼還是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叫什麼名字 沙瓦狼 它是會進化成其中一個啊 克波狼 欸 欸 我用刀背打 為什麼 為什麼打死它了 噢 它是不是用了什麼會反彈傷害的招式啊 咦 這邊又到 噢 這邊是極限山丘的地形了 往回走 咦 為什麼腳鯨魚在 在陸地上 有兩隻腳鯨魚 溺水了吧 跑到陸地上來了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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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鯨魚 哇 噢 因為這邊有流水 就有生出一堆魚在這邊 噢 有火恐龍耶 看到火恐龍了 火恐龍 雖然我已經有抓到 已經把它煉成噴火龍了 不過 還是蠻稀有的 我們來 打一下它好了 火恐龍耶 咦 嘿 欺負它一下 烈焰粉 掉烈焰粉 欸 好 再過去就極限山丘了 我們還是走回來一點 往回走一點 火爆猴 這畫後的火爆猴 一直被樹擋住 不要跑啊 它有點方方正正的 很像一個方塊長了手腳的感覺 長手腳的方塊 火爆猴 噢 有耶 這個是那個 草龍 看一下喔 熱帶的龍耶 飛那麼高 熱帶龍 誒 好 這一隻好像還蠻 少用的 平常也蠻少用的 熱帶龍 好 一樣來個刀背打 可以 打到最低的 再用老招式啦 睡著 噢 睡著了 OK 這樣最好抓 熱帶龍 這一隻好像已經進化到最後了對不對 好像不會再進化了 這一隻也不太熟耶 平常很少用它 大甲耶 這是大甲 好大隻喔 這大甲也太大隻了 那 唉唷 上不去 大甲我來了 欸?居然巧妙的一個 一個閃過 大甲好像 方方正正 那也是方方正正的啊 刀背 血量果然比較高 好 刀背打 好 死掉了 不過我把它血量打到最低了 好 讓它睡著 好 飛天堂算是完成它的任務了 好大甲 抓一下 大甲很可惜它就不會再進化了 它就長得像是獨角蟲的感覺 那牙門牙好大喔 它有兩顆很大顆的門牙耶 然後眼神也是憨憨的 那甲 抓到了 OK 阿 又晚上了 這邊怎麼那麼多神奇寶貝中心啊 這一個好像在水中耶 還在水中的 還在水中的 哇 它被水淹 被水淹起來了耶 被水淹起來了耶 路口在哪邊啊 蜈蚣 擺豬蜈蚣 欸 蜈蚣也來 蜈蚣也來 большой 燙我 Yes よね 紛祕 OK 喔 蠻猛的嘛 好 哇 水就這樣被切開了 好 我們趕快進去治療一下 好 那麼 接下來 看一下喔 剛剛有抓到很多怪物 這個熱帶龍 看一下 好 陽光下 速度加倍 熱帶龍 他是草系加飛行系 結果他叫熱帶龍 結果不是龍系的 能力 應該是 這隻技能力還蠻普通的 大甲 沒有特殊能力 很可惜 哇 他物理攻擊力好高喔 台46級就 物理攻擊力就140了 蠻猛的喔 點蜘蛛 喔 命中率提升了 複炎 然後 阿力多斯 喔 失眠喔 就不會睡著 喔 難怪剛才沒辦法讓他睡著啊 蜘蛛 蜘蛛 火爆豪的小圖式有點可愛耶 可是 放大之後就 就好醜喔 嗯 小圖式感覺比較可愛一點 好 魔路兒 槍尾怪獸 欸 這邊 蟲林的神奇寶貝們 我們差不多都抓到了 大針鋒 哇 也是 蟲系的 追打 這邊我們差不多 探索完啦 那 這邊差不多可以回去了 先回家一趟吧 好啦 接下來我們 欸 我們差不多就先去找那個 最後一個鳥 最後一個還沒抓到的火焰鳥 欸 火焰鳥的話 在 這邊 荒野山丘 對 我們上次 呃 有在一個 附近 之前有遇到一個這個地形 那 在那邊我們大概找了很久很久 然後都沒有找到 好 那我們這邊要換另外一個地方 那 看一下這邊 這邊有 好 這邊有找到一個 火焰鳥的那個 祭壇 喔 喔 這裡有寶箱欸 看到有寶箱了 喔 左邊 好 欸 左邊 前面 右邊 欸 在哪邊 還要往前 欸 在後面了 欸 喔 有有有 喔 大家有看到嗎 這裡 這裡有一個 框框對不對 這個就是隱形的神奇寶貝球 野生的 蛤 水之石一顆 喔 有撿到欸 碳保器 還是不錯用的啦 好啦 就是這邊啦 欸 這邊 欸 我看一下有誰 喔 有那個欸 黑魯加 地獄拳 抓一下 好 喔 催眠術喔 催眠術喔 欸 它是不是睡不著啊 完全沒有用 喔 它不會睡著喔 好吧 黑魯加 我記得還不錯用它 特攻很高 然後是 惡系加火系的角色 算是還OK啦 只是它就是血跟防御率太低了 血很少喔 好啦 我們來去祭壇看一下 登登登登 虎虎 哇 等級好高的虎虎喔 登登登 喔 喔 怎麼有點 破圖的感覺 有點燃燒的感覺啦 好 祭壇就是這樣子啦 欸 這邊祭壇也沒有火之石給我挖耶 啊 只有只有那個集中鳥祭壇有水之石可以挖 那這裡就是火焰鳥的祭壇啦 這我覺得那個火焰鳥的那個 建築長得最好看 整個建築長得比較好看一點 那不過我們這集時間也是到差不多時間到啦 所以我們火焰鳥就留在下一集我們再來挑戰吧 好,我也要回去補充一下 那個寶貝球不太夠 好啦,那我們之後 一樣一開始我們就來挑戰火焰鳥 那這一次我們的 那個至焰珠確實準備好了沒有錯了 不用再去充人啦 已經充人完畢啦 好啦,那這一次我們就先到這邊結束啦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集就要跟火焰鳥最後一隻神鳥決鬥囉 那之後一樣再去找一些傳說中的神秘寶貝 希望能遇到他們 好啦,那我們這集就先到這邊囉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禮拜同一時間 禮拜是下五點半左右 大家不要忘記收看囉 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 我們來看這一集的神奇寶貝 皮皮皮皮皮卡丘 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神奇寶貝特別講座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一個很實用的一個小工具喔 首先我們來合成 這個是在遊戲中就可以取得的一個道具 上面要三個骨頭 上面要三個骨頭 中間擺一桶水 然後下面是鐵錠 然後就可以得到一個猴猴金壺 喔,它水桶還還我們 好,那這個水壺呢 很實用的是用來澆果樹的 它專門澆這種果樹 它每天可以澆一次 然後澆一次的話 果樹就會成長一個階段 那上面沒有東西的話 算是地靈階段 然後有花的時候是第一階段 再來第三階段就是 第二階段就是長果實啦 它就是有這三種階段 空的跟有花的還有跟有果實的 那一天只能澆一次 然後它的時間是看Minecraft的時間 Minecraft時間過一天 就可以再澆一次 然後有那個水壺的話 就可以快速 快速取得 快速取得那個 各種果實 然後就可以做很多 我們的神奇寶貝球啦 好的,這個就是我們今天介紹的 猴猴金壺 非常實用的一個工具 好啦,那下禮拜同一時間 在這個單元再見吧 我們下次見囉 大家掰掰